假设PQ向量呢是等于5 斗点-2 而且已经知道Q点的坐标是E3 是求P点的坐标 在这里呢我们要求P点的坐标 所以我们就假设 假设我们P点的坐标为多少 为XXY 那么我们PQ的向量 就要用Q点的坐标减掉P点的坐标 好Q点的坐标是E3 P点的话呢是XY 所以我们来做相减 X分量的地方1减掉Y 1减掉X 而Y分量的地方呢就是3减掉Y 好PQ向量呢就是题目告诉我们的5-2 好5-2 那么呢这是两个一样的向量 所以X分量会相等Y分量也会相等 好1减X等于5 3减Y会等于-2 所以我们来一向 X就会等于-4 而Y呢就会等于5 所以我们P点的坐标就是-4 5 5-2 3-4 5-5 5-5 5-7 6-6 7 7 7 8 7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